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杨老师 还记得我们本学习学过的第二篇十字课文《百家姓》吗? 嗯,《百家姓》还有三字经,千字文是我们古代传统的经典读物 也就是古代小朋友们他们上课时用的课本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古代的小朋友的课本当中的三字经里面的 节选的一段内容叫人之初 嗯,什么是人之初呢? 人之初就是指人刚刚出生的时候 那么是什么样的?又应该怎样呢?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三字经的文本当中 来看课文中出世的这两小节 人之初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狗不叫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子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 老何为 欲不浊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嗯 看了课文当中的三字经 你有什么想说的? 嗯,有的小朋友说了 原来,哎,人之初是三字经里面的内容 三字经为什么叫三字经? 因为它的每一句都是三个字组成的 而且非常的亚运 读起来特别的顺口 好,那么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一个什么内容呢? 哎,人之初 人刚刚出生的时候 性本善 性是指的天性 善是指的善良 也就是说 人在刚刚出生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非常善良的 那么第二句 性相近 哎,人们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天性都是相近的 差不多的 不过,习相远 习就是后天 长大时你养成的习惯 哎,你们每个人的 生存的环境不一样 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那么每个人后天的习惯 也就会相差很远 这就是性相近 习相远 好,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长句 狗不叫性乃千 狗是如果的意思 叫是教育 如果不接受教育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好好学习 哎,就会怎么样呢 性乃千 嗯,性刚刚我们讲过了 就是一个人的天性 嗯,那么天性 旧会发生变化 那就是旧的意思 千就是变化 嗯,如果一个人 不好好学习 不接受教育 这个人的天性啊 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怎样接受教育呢 教之道 就是教育的方法 这个道就是方法的意思 跪以专 专是专心致志 持之以恒的意思 那么教育的方法 是以专心致志 持之以恒为跪 跪以专 你明白了吗 好,我们把这一句 连起来读一读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和方法 嗯,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第一句 子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 老何为 子就是指的小孩子 子不学 小孩子不好好学习 非所疑 是很不合适的 很不应该的 这个疑就是应该的意思 是非常不应该的 又不学 老何为 也就是告诉我们 你小时候 不好好学习 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也不知道 生活的知识 那么你老 年龄大了 你就没有作为 好,最后一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欲就是欲时 不拙就是打磨 雕刻的意思 欲时不经过打磨雕刻 就成不了精美的器物 叫欲不拙 不成器 那么欲时不经过 雕刻 就不能成为器物 人也是一样的 一个人 如果不学习 那么就不知义 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不懂得怎样 以后 好好的生活 这就是 今天我们 三字经里面 人之初里面的 所有内容 好 听了杨老师解释 你是不是 对这篇 三字经的课文 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呢 那么跟着杨老师 从头到尾 一起来读 一边读 一边想想 他的意思 人之初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子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 老何为 欲不浊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读好了吗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人之初 人之初里面需要我们学习的生字有哪些 一共是13个生字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知 之 出 Of course 出是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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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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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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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善 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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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读声音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里面 翘舌音的声子 来,再看读一遍 知 出 善 钻 嗯,除了翘舌音 好,我们再来读一下 后鼻音的声字 信 信 信本善 好,读好了以后 接下杨老师 要教你们怎样认识 这些声字宝宝了 第一个是 知 人知出的知 这是一个独体字 他一般在词语当中 做助词用 像百兽之王 就是许多兽类中间的大王 就是表示我们现在文的得字的意思 之,我们在理解了它的意思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应该怎样记住它的字形 上面是一点 中间是横撇 最后是腊 这个字啊,是三笔写成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横撇 连点 腊 就是我们的知字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声字 出 现在杨老师要考考你们呢 这个字 它的部首是什么 对了 是一字旁 在我们前几课当中 我们已经学习过的 一字旁和四字旁的区别就在于 最后这里一字旁是有 点,撇,点 有两个小点 好,那么出字呢 是右边是一把刀 刀 剪刀去柴 左边的这件衣服 就是我们的出字 出这个字啊 是表示开始的意思 人之初 也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意思 好 性 性 不论是本性善良 还是邪恶 我们都是性情啊 都是由心而生的 所以左边它是一个树心旁 扇字 这个字我们可以插开看一下 上面其实有一个羊字 你发现了吗 小绵羊的羊 哎,在羊字这一树的最下面 加上点撇 再加一长横 哎,就是善良的上字的上半部分 那么总共这个字的上面呢 就有四横 你观察到了吗 哎,这只小羊啊 哎,在一口井旁边 休息 下面是一个口字 这是善良的善字 席字 我们可以和雕字 联合在一起来记忆 雕字 加上了一点 多了一点 就是习惯的席 接下来我们看 叫 叫字的部首是 反文棚 嗯,左边是一个 孝顺的孝字 就是我们的叫 叫是 牵 牵 在我们的三字经当中 信乃牵 牵是变化的意思 好 那么牵 它可以主词 牵移 牵动 那么是一个走之而 拖着一个千万的牵 柜子 你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中国的中字 中间一横 再加一个被子 那么就是 哎 我们的心中一宝贝 就是 跪 砖 砖心致志的砖 跪以砖的砖 这个砖字啊 就是传说的船字 去掉了单人旁 哎 人走了 就专心的 可以看书了 好 柚子 柚这个字 指的是年龄小的意思 小时候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左边的这个步手 是不是非常的像那个 脚丝旁啊 不过把脚丝旁的一提 变成了一点 那这个步手叫什么呀 叫 腰 腰字旁 腰字叫 蛤荔枝 就是我们的 幼字 幼儿园的 幼 育 哎 这个字和我们的 主人的主字 特别的相似 把最上面的一点 移到了 哎 我们的右下角 那么这个字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一点 一点 主动 移到下 就是 玉石的 玉 嗯 玉气 气 气字有四个口 哎 中间有一只犬 那么 哎 四个口 加一只犬 就是我们的 玉气的气 气官的气 意 人不学 不知意 意义的意 这个意字啊 也是个独体字 一点加撇腊 非常的简单 好 记 嗯 它也出现在我们的 蚂蚁的 以字里面 去掉虫字旁 就是我们的 意字 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的 一十三个 生字 小朋友们想一想 嗯 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记住 他们和同桌的小朋友 一起来读一读 记一记吧 好 记好以后啊 接着杨老师去掉拼音 让我们再来认一认他们 这一次我们反过来认 第一个 义 气 欲 叫 牵 跪 砖 誘 洗 善 信 出 知 小朋友们太棒了 嗯 十三个生字 很快就掌握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十三个生字当中 有哪些是 哎 是多印字呢 找一找 你知道吗 对了 就是 这个字 在我们的课文中 它读 叫 狗不叫 信 哪些 如果 不好好的 学习接受教育啊 就 本性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 叫 除了 狗不叫以外 还有 教师 教育 可以发这个音 它还有一个音 读 教 第一声 当它做动词的时候 它读 第一声 教书 教书 嗯 好 你记住了吗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一堂课的 所有内容 小朋友们 我们下一堂课 接着学习 小朋友们再见